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恭喜发财 今天为了请任志强总裁来做节目 我们特意屏蔽了演播厅的微博信号 我这个发不出去了 你已经上了瘾了 你知道这是一种成瘾症状 他已经是进屋之前 甚至是恨不能做节目 这个嘉宾说话 他就在那儿要发微博 好像就成什么了 这比老婆还亲 就是上班时候不用 不 你这是叫业余活动 业余活动一定要告诉大家 要不然大家不知道我干嘛去了 他绝对是 大家不知道你干嘛去了 对了我要在班上的话 有那么多人证明我在班上上班 努力为工作 你在怕什么呢 你是你是怕什么传八卦还是什么 为什么要用中国来证明你这个工作之外 还在那为隔壁奋斗的 是啊是这意思 就是我没偷懒 没偷懒 没错没错 要不然国有企业的干嘛 要那么多人监督 不是你说你偷懒去瞎玩去 而且这个人总这个国家都靠他的嘛 他那个还是政协委员吧 对对对 这个任总的这个言论很少有不挨板砖的 但是最近在这个政协是吧 人家提了一个案 还真是受到五个提案 五个提案 其中有一个受到了众人的追捧 这就是说到了车 对当然就说到车呀 首先是切齿痛恨呢 任总的这个公务车啊 今天开到我们这儿 就给小车追了尾了 对因为做我们的节目 好一下 这堵啊 你提出的提案呢 为什么大家伙赞成呢 就是更多的人注重的是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 如果连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 财产权利就更没法保护了 所以我消费的权利是一种公民权利 你没你不应该 你也没有权利去限制我 等于用后来的人说你不能买车了 为钱都已经买了车人让路 对吧 道路等于归你了 我后的人不能享受 那有这种道理 但是他提了这个案 这个应该是公平的 大家都可以买 你可以提高劳动成本 提高这个消费成本 但是你不能剥夺我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车是权利 对吗 他这话说了之后 我注意到北京市一个副市长还专门说限制小汽车是个长期的这个方针 对 你知道上次我见了这个北京市 那是他们错误理解了中央精神 一个交通专家就说他说现在我们吃了很多亏 我们终于认识到只有限制小汽车不能够说人人有小汽车 但是我觉得你 没人说人人要有 不能人人有也不等于说他不增加了 今天我们一万七千六百辆车一万七千多吧 有没有两万辆扣除那公车吗 一万七千多 对吧 有二十一万人排队 下一次二十一万就变成了二百一十万 可是他只能排这一百一万多辆车 再咬几轮号以后可能后头排队是一千万人 如果这一千万人为这一万七千辆车去打架的时候 你怎么办 整个社会就被破坏了 有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原有的城市规划的时候 对人口规划和车辆规划的时候 规划的基础就太差了 这样就可以新的形成新的产业了 就有摇号大军 就跟草楼花一样 北京六合彩大声 对北京市的六合彩 就谁咬到这个号 马上就转手就卖高价 这就和上海说 对呀 与其让老百姓去买那号的话 不如我来买那号 对呀 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我来拍卖车牌号 你觉得上海这做法你支持吗 我不支持 我支持 好像世界上没什么做法是你支持的 对 都不支持是他 他是社会批评家 他在所有的政府出台的各种方法律 你觉得上海就是 我觉得是使用费用可以提高 但权力不能用门槛限制 就是说 他是买车牌号是叫 限制你的消费权力 你买的时候可以自由 但是后来的消费能力要提高 比如说新加坡 这车高峰时期你过一次路口七块钱 到低峰时期三毛钱 对吧 所以他最繁华的一条路上 他有设置 你要走我这 在高峰时期就得这么多钱 在低峰时期就那么多钱 差很多倍 对吧 就是差了很多吧 那么就要提高劳动成本 使用成本 当使用成本提高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了 因为你有消费的权利 你可以说我高价消费或者低价消费 但是说在买的时候 你先设了一个门槛 你为什么把这个门槛设置 我没问题 你看哈他们那天 我们北京这的人还聊 说你看上海采取的办法 就是价高者得 那天他们有人说 说一盘一块车盘的金属 要按重量算的 上海已经比黄金还贵了 是啊 但是他们就说 这就是他赞成的办法 我不赞成 北京人你要敢这么弄 这家伙这个贫富 这就打起来了 不一定 北京下一次买这个号的时候 到这个号的时候 可能比那还贵 所以我跟你说 很可能比那还贵 因为那号是一张纸 还是个金属的 那张纸可能比我们 全世界最大的发表的还贵 我跟你说 我就是要为上海这个说话 因为上海啊 他在明面上 他就是我成本很高 我的路就这一点 你把你这个拍的牌照费 然后拿过来 我继续修路 我就告诉你 我就只能有这么点车 我的发牌是限制的 他就便宜着 外地生产车就贵一点 一样的 一样的 没有一样的 我们去拍牌照 这一开始就是上海 什么什么一期生产的 就便宜着 不是 所以他剥夺别人的权利 一定是错的 北京才这样 北京外地人跟内部人才不同 北漂就一辈子你也不行 是不同 上海是这样的 上海更不同 不 上海你不管是什么人 我们我们 我当时买车很清楚 你不要这一点 不要来跟我争 上海是七年 这个那的王上一堆 可以说高党人才 允许你入户口 户口吃的 北京没有这个 北京叫三年 你交多少税 你就可以上户口 不是北京根本就不让你上户口 有没有人规定 谁上了那个户口了 那你不交税 吃啥行 大部分人上不了北京的户口 不要来跟好争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点 就是明面上的东西 上海的不公是表现在明面上 就是我告诉你 我就这点路 你要你要留下买路钱 我就体现在车牌上 但是这个买路钱 是对大家都公平的 不管你是上海本地车 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反正你只要我上 我上海的牌照 我就是公平的 你就来就来拍卖吧 对啊 你说的对啊 我现在说 如果使用成本高的话 就是不管你北京的 上海的或者外地的 你要走我这条路 你就要高交费 这才叫公平 你现在上海 买个牌 要花钱 我旁边的 这个出了上海边的 我就不花钱 但是我天天 早上开到城里头 就转一圈 就回来了 那不就可以不交吗 对吧 养费甚至都不交在当地 所以不管北京也好 上海也好 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 就是高峰时间 你的外地车 是不能上它的主干岛的 这个就是对外地车的限制 也就是说你不花这笔钱 对不起 你高峰时间 你别来开我的主干岛 这个就是一样的 那你也说你歧视 不 还有一个成本 我跟你交了税了 我跟你做了共享 最后你不让 但是你不让我使用 那你是不是把外地人税也退了 不 你就跟我抬杠 我跟你说 我没跟你抬杠 我赞成你这点 但是他一说道理是没有说得通的 但是他这个提案 我认为限制外地人是因为国家在土地资源上限制了外地人 因为我们国家对一个城市的土地资源是按照户具配置的 对 你这个外地人的户具的不在我这时候 你把土地资源指标背走了 所以我的路不够 是因为你没给我这个相应的对应的指标 我没法去建路了 没法去有地方去修桥了 所以这个人口指标应该是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一条 我们的十二五里头北京市居然没有人口指标 可是他有个人均GDP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指标 我说你这个叫什么规划 对吧 因此在车辆问题上是没有人口指标在前 他就不会有相应的道路用地指标和其他用地指标 我要听懂你说什么我一定支持你 我一定支持你 根自在于广告之后见 又来了 不过他这个车的提案倒是我觉得中国社会特别重要的一个事 就是说权利平等的权利 比如说我有没有平等的我想买车就买车 这是不是我的一个权利 可是我又发现中国人多地少 把什么事都变得很拥挤而且很难说 你比方说房产税也有人提权利 就是说这个土地都不是私有的 那么你收我的这个房产税 这个里边也有一个权利 文涛 这个房产税已经跟土地没关系 它就是一个特别消费税 说白了 相当于特别消费 就是一个惩罚税 它这个财产 房产税就是物业税或者叫财产税里头 涉及房产分为三类 一类是连地带房子 连建筑物 就是你内装修什么我全算上 我综合性账收的 一类是仅对房子征收 不对地征收的 所以你说那个在外国也有 说租用的土地上也修房产税 因为我收的是你房子捡没收你的地 所以不一样 还有一是单独财产税 单独财产税我特别消财产税 就是因为过于五年十年 我加你一次税 是因为土地增值了 原因是因为我政府投入大量基础设施 所以我要加一个 最近上海方向 最近上海方向又透露消息说 这个七十年土地无偿收回 在人民群众的猛烈炮火之下 它已经收回去了 收回去了 这真就是投石问路 对 没有收回 它是一个四十年或五十年的公共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物权法上 对七十年的居住类的 是有明确规定必须续约的 但是对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 或者五十年那些公共产品的 有一个特殊规定 就是没有你自动续约的一说 但通常理解按物权法说 七十年你都续约了 为什么我不能续约 对吧 所以他事件约定这一部分 他这个已经真是像叶女士所说的 就基本上被打败了 叶女士快说了 其实我们回到头来 其实我刚才那个任总说 这个土地跟这个交通啊 什么车的事情 我就在想啊 你我有时候觉得是活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你政府这么挠头交通的事情 车那么多 真是活该的事情 你一开始怎么布局的 如此大的一个城市 搁在全球任何地方 他都得有卫星层 他都先建轨道交通 而不是发展你的这个小轿车 对不对私人交通 然后你这个出去了之后的话 你很多人就在卫星层里生活 他就不进组城区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北京吧 你说像美国文化是在这个西韩 在好莱坞那边 对吧 然后你经济是在纽约对吧 政治是在华盛顿对吧 然后你的自家气候交易所在芝加哥 对吧 人家全分开 你的实业是在底特律 全部都分开 我们也分开了 两个交易所 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深圳 没隔北京 但是你少来所有的 汽车的主力也不在 钢铁的主力也不在北京 所有的省批权都在北京 对了这是问题 但是不是产业的划分问题 没错 而是省批权力和龙丹有权力 你知道这个国家说4万亿投资一下了 首先火了什么地方 发改委附近那一块酒店餐厅 包括也堵车 对吧 跑不赚钱 带动那的经济 但是我不同意你一个说法 你说这个中国人是地少人多 这不是这么回事 曼哈顿如果按岛上来算 他900多万人口700多万的地 800万 800万平方公里地 对吧 按东京来说 小东京 不算大东京 小东京 他也是1100万的人口 900多万平方公里地地 北京多少 北京是16800万平方公里 16800万平方公里 16800万的 上海只有6000多 对吧 所以在不同城市的时候 不能笼统地说 如果我们跟东京比 跟这个汉城比 或者跟其他城市比的话 跟纽约比 我们比人家地多多了 那 而我们的人口比人家少多了 我们2000多万人 那咱们怎么都堵一块去了呢 浪费啊 真的是 对吧 巨大的浪费啊 我们人家的容积率 平均在二点几货 接近于三了 我们平均容积率 只有0.5 你看中南海那一大片 都是0.1 0.4的容积率啊 对吧 我们没有多少高楼大厦 高楼大厦 都是在沿街 那个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大楼后头 都是低容积率的东西啊 北京78平方公里的旧城保护区 都是那个矮啪啪的一层的房子 旧城应该保护 文化必须要保护 我这个怎么得说回来 你保护我不反对 但是你要把交通问题 在保护区里头能穿过去 这个是 你比如说纽约中央公园 对吧 我这么大一个公园要保护 但是我中间允许你公共车可以走 对吧 我要开路 我们现在是不开路 都会堵死在那 所以大家就绕着他走 我们北京 你哪怕走地下通道 你得让他开了路啊 北京这个地方真的比较特殊啊 你说它如果是三层地体交通的话 绝对不会有这个事 但是北京是真是大饼 它中间那个东西就是石星的 你根本任何路都窜不到那去 是啊 然后同样的你想同样的北京 东城就挤得要死吧 然后南城就没人去 人家觉得那地方太穷了 这就是问题是公共资源匹配 不合理 对但是问题是 已经合理了 但是问题是 已经这样了 对北京是已经改了一部分了 已经 比如说线武和西城就合并了 把那个西城的烂摊子交给 把线武的烂摊子交给西城来去的解决 对吧 这个重温的烂摊子就交给了东城来去 说到这儿 还要为他说点 说为他说点好话 他提的议案还靠谱 有的议案就特别不靠谱 什么20岁的什么小伙子找40岁的这个女人 或者是20岁的小姑娘找中老年男士 解决住房问题 怎么聊天 特不靠谱的 我说他的这个 包括他说解决房地产解决交通 其实是个资源匹配的问题 其实匹配到位了 并不是说人多地少这些东西 但是你看 对 最主要是你非得说人多地少 其实中国没有到了人多地少 你看你就是跟我的印象就完全相反 对 你们认为是匹配问题 我都认为中国现在是到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 对 在其他国家讲的人人平等的很多公众权利 对吧 但是在中国呢 因为过分的拥挤 所以呢 我们得靠姚浩啊 还是算谁钱多呀 来决定谁能享有这个权利 感觉这公民权利就在中国这个国家就不能够人人都有 人都可以有 你咱这大学一扩招 你说人人都有 现在这大学生完全找不着工作 那是因为你不愿意去做那个有效的工作 不是 而且大学里边这个专业设置也不对 对 教育的人不能当大学生用 对 对 这个就是聚员匹配问题 你比如说 你还对 你大学生比如说1500万块钱工资 他不愿意去 2500万块钱工资还不愿意去 可是一个农民工现在已经可以达到3000多或6000多了 而且呢 一个护理工 医院里一个护理工 大概要120块钱 而且咱们一方面多招了 心理不愿意去做 而且我们一方面多招了那么多大学生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产业结构 也没有能够中高端的 能够吸纳这么多高教出来的人才的那种 这种产业结构 你就想想看 对吧 现在各个大学都有什么广播传媒专业 出来干嘛 出来干嘛 你说咱们这个媒体里边很多人他需要专业知识 他也没有 对不对 我觉得设置是不合理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高级的工人 高级的技工 技工是非常缺的 他在哪呢 他在哪呢 看来你们教会 我觉得中国不是僧多周少的问题 不是 而是分配匹配不均的问题 美国现在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有一些是长期要失业的人 就是因为他的技能 或者他的自身的条件 和就业之间有个差距 这边就业有机会的时候他跟不上 他不符合那个就业 我们用一句最初最通俗的话 就是说满眼都是人 你怎么就找不到你想用的那个人呢 这就是不匹配 对怎么就找不到我爱的那个人 想用的那个人 咱们去一下广告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就说这恭喜发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就展望这个兔年 兔爷 兔爷 你得本命年吧 对 兔爷给我们说说 你怎么展望今年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 今年应该是没有对增长有压力 对通胀是有压力的 所以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和去年相比之下 不担心他会大起大落 要防止他大起 但是通胀的大起是有可能的 一个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很多地方政府有向上的一种重立 对吧 一个是去年的这个撬尾因素还在继续 对吧 所以今年的GDP增长去年十点三 今年也可能不会第一九 或者至少不用提宝巴拉 没有这个担心对吧 不用提宝巴拉 但是物价上涨 现在大家心里都没底 有的人预测在四点五以上 或者预测更高 那么就形成个问题 过去三是警戒线的时候 觉得突破三 就大家很紧张了 对吧 现在好像四点五都可以容忍了 那是不是明天五和十都可以容忍 所以最后面的问题会比较严重 是吧 我们很难说政府最后用多少措施 或什么样的措施来限制国内的这一块 但是国际那一块 你有多少办法去限制国际那一块输入呢 所以这多种因素还是很复杂的 但是我们不用担心 经济持续一个稳定增长 这是不用担心的 持续稳定增长 我怎么也听到有人说 说今年中国经济二次探底 即从此进入一蹶不振 很多年的一蹶不振 这不太可能 至少从现在看到的经济形势来看 几乎没有可能 而且中国政府绝不会让他一蹶不振的一路下滑 因为中国政府的赤字 这个可以再承担的赤字能力是很强很强的 我们现在赤字系数很低的 是的 所以完全可以再4万亿 8万亿 10万亿都完全有能力 所以我们没有到了说 我的赤字已经到了压力很大的一个地步 或者承受不了的 没有 但是我前一阵看夜谭写一个文章 我倒挺奇怪 你一方面说中国政府这个钱是越来越多 几万亿几万亿的对吧 但是另一方面又说他的赤字 也什么9000多亿 也越来越多 我就不这个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越有钱赤字越多 他的总体比例 因为他的赤字跟他 他每年会安排一些赤字的 然后跟他的总体财政 是不是匹配这些 他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基本上我们的赤字 还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就是文章你记住一点 就是你要说5年之内 中国经济崩溃 基本上无此可能 因为我们所有的存款加起来 有将近73万亿 太大了这个数字 那些的反华势力可以执行了 但是我跟你说 每年1万亿的赤字 可如果有8万多亿的财政收入 我还1万亿扣掉 没关系 就是我们的宏观数据 不会有问题 但是你去追究背后的结构问题 每一个都是大问题 我们真正问题在后面 我不同意说都是大问题 应该说每一个都有点问题 都是大问题 都有问题 但不应大 你比如说地方债务问题 8万亿看来很大 但是从这个税收的增长情况下 现在已经10万亿 也可能两三年以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他太乐观 他就是个背包安排 是吧 是